前议员罗志强日前也表示要投身2024年的立委选战 但是选区迄今是未定论 根据他本人的最近说法 当下还在请多方请议来协调 二月中才会正式对外来公布 对此同属于国民党籍的前立委蔡振渊 他是怒批要罗志强不要像蜜蜂一样到处沾染 政治人物要忠于自己的选民 他认为他这样子一下要选总统 一下要选桃源市长 一下要选台北市长 一下选立委 真的很不好 蔡振元语重心肠的表示 迟迟没有说定选区 会让选民觉得你选哪里好像都可以 那我要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表面像是万众欢腾 事实上是没有根的扶贫 他说这是很残酷的现实 人家就会觉得你好像像蜜蜂一样到处沾染 这是蔡振元的说法 而议员游淑惠日前也表他要争取 2024年的港湖区立委的党内提名 直言要挑战的是现任立委高嘉瑜 对此最新的民调就指出有53.1%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的游赎会是会胜出的 而32.8%的民众认为是民进党的高嘉瑜会胜出 另外民调也发起了2024年立委选举张思刚对决吴思瑶的网络投票 国民党的张思刚是以62.7%的支持度领先 民进党的吴思瑶的20.4% 结果是相当出乎意料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国民党内现在面临的是世代交替 当然了这样的浪潮持续发酵了 我们来带您看一下 这些人他们即将都说要参战立委的初选 包括了就是常常来接发不公不义的北市议员许小新 另外呢还有游淑惠他要挑战的是港湖区 还有这个钟小平市议员钟小平他也证实说要参加的是立委初选 另外还有现在的议员张思刚他也要挑战的是市北区 他也是新生代的代表李博弈他也确定要参选的是文山区的立委 那么呢罗志强他说他也要选 不过要2月中才会正式来宣布 不过现在被问到说是不是呢这样子是要逼退老将呢 当然了议员秦惠珠他就说这些青壮派是位己谋权 行斗争之时要逼退老将他也是来向许巧新来批评 不过后来许巧新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 可是呢这样子的世代交替发酵的言论在党里头持续发酵 飞鸿他也说了对手都不要看别人 其实对手只有自己也是只有自己可以超越自己 时事评论员张雨萱他也说这不是世代交替的问题 而是必须要让能者居之他认为许巧新张 张思刚还有游书会的共同点是在蓝营 在谷底的时候是选择要坚守更是在舆论 还有空战上头打下了一片天 所以2022年的胜选功不可没 也因此他们决定要再占立位 而桃源市议员詹江村他也说 国民党难道背后没有好老板支持 没有好宝把的话注定一辈子只能选议员吗 所以他也是力挺这些年轻世代可以来继续参战立位的 好党主席朱立文也说党里头的人才越多 当然是越好的愿意为国家服务是好事 欢迎其他颜色都可以加入 只要不是绿色的都可以 徐晓卿他就宣布说要争取投入立委初选 而透露其实在四年前前辈菲鸿泰就有说过 自己是最后一届并且要交棒给他 但是这一届呢两个人其实都表态要参选的 而且是同一选区 势必两个人可能之后也都会强碰 好不过呢有人就质疑说他是不讲武德 徐晓卿也回应了他强调参选立委的规划 是在四年前就跟菲鸿泰来报告过了 每个人的想法在不同时间其实也都会有改变 所以对于菲鸿泰没有办法执行过去的承诺 他一点也不会在意 因为有些人会问说那你今天要参选的话 那怎么没有去跟这个菲委员谈过啊 那所以我就说有啊我们其实四年前就针对这个部分 有做过讨论了嘛 那他当时有说就是那是他的最后一届了 然后之后会交棒给我等等的 所以他的想法改变了我真的不介意 然后我觉得没关系 可是我等于说在四年前就我的人生规划 就有跟他报告过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好像我就不太需要特别的 在跟他做报备 那他是知道我有这样子的意愿的 主要是针对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 什么徐晓星有没有不讲胡德 这样子的问题去做一个说明而已 但我本身对于过去的承诺 那现在没有办法执行这件事情完全不会在意 对因为就他选上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可以再选一届 这也是我觉得人质常情啦 所以也不会责怪他 那只要有能够公平的这个初选机制 我觉得我们都 包括我觉得废委员他是有气度有胸襟的人 那经过这个初选如果我胜出的话 我也相信他会支持我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增强康安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然后再来一包梦水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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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